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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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技术不断增长 努力的试吻更强 让老鞋战速与沙场 看青春挥挥的秋长 我的技术不断增长 努力的试吻更强 让老师站随下场 看清楚会活在球场 标准住我跳的更高 飞的更远 有人想跳跌倒 我只会更加耀眼 起初科技 祝我一路领先 体面loser 再见 胜利的滋味真是有点甜 Yeah 死亡只靠奥林匹克 2004 Winscott Night Shorts BB4 20年的细心研发 就为了这一刻爆发 激发增加变化 最后的为我放几里花 出生于实战之上的黄金年代 Alpha Project出品绝对不坏 老鞋不该是个人的专属情怀 求学圈的欧击让你不得不爱 极客鞋谈 好鞋讲不完 每期一期 土味开场可还行 这次要说的这个鞋可不得了 我当年的买不起 2000年的时候18年前的鞋了 元年老鞋 Nike Shox BB4 最近确实是说老鞋说上瘾了 所以就忍不住手痒 又再往上下单一圈兑换钱 买了一封老鞋回来 想上场打球体验一下实战一下 结果果不起来打了一下 把后跟就开了 就能看到当年的气柱 就是直接这样贴在下面的TPU板上的 然后气柱里面是空心的漏空的 里面可能当年真的是封上去以后是有气的 有Air unit在里面的 然后你看这是一个橡皮环 直接能够从这个上面搭拉下来 有一点像冰骨带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这个鞋的鞋盒吧 先看这个颜色跟现在的什么Nike的鞋盒 就不一样了对吧 这是现在最一般的鞋盒橙色的 那个时候的鞋盒你看它是有两种颜色 而这个颜色是专门为Nike Shox这个系列设计的蓝色和绿色 这是藏蓝色或者说这个是草绿色 然后这个是一个弹簧或者是一个N字 横过来的N字是那个Nike对Shox给它的一个logo speciallogo鞋盒的这个颜色比例 这一块和这一块也正好是乘0.6左右 0.618这个黄金比例的 所以分割的还比较好 我量了一下12.6然后这里是21.3 就差不多比出来这0.6不到一点 但是可能我有量的有误差 大概你给你视觉上就感觉黄金分割 就看上去很舒服 其他的就是鞋盒上你除了这个Nike的这个Shox这个logo 还有它自己的logo你还能看到五个点 这五个点就是经常跟大家说的Alpha Project 鞋底这里还有一个五个点 这五个点是大家很应该很熟悉的Alpha Project 那个时候是代表耐克最顶级的篮球实战鞋 它代表了五个理念 调查探索创新验证竞争 它是用一个五点的方法论来完成整个鞋的设计研发开发 到最后的量产 所以它是很严谨的一个理论 到今天我觉得都可以被称之为是经典 结构鞋盒也有结构 你不要小看鞋盒 你看看这个鞋盒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 再看一看有没有发现这里很短 以前这个很宽 以前它这个盖子盖下来 差不多盖了这个鞋盒的二分之一 能盖的严严实实 现在也盖的比较短一点 也不能说做工不良心 但是你就觉得老的鞋盒确实看上去更加厚重一点 我们打开鞋盒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说明书 当年的鞋盒都是很讲究科技说明这一类的东西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被洗脑成科技党或者是实战性能党 所以我现在会这么注重这个也是因为跟我那个年代成长起来有关的 就那个年代因为那个投入了很多精力去研发它的科技 研发这个设计而且喜欢吹这一面 所以会把更多的这个东西给表露出来 当年有这个鞋盒其实也不用做鞋平了 大家就能一眼看到也不用做拆鞋了 一眼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结构 它分了6张图 这6张图就像漫画一样的 就告诉你这个鞋的结构鞋面鞋垫 然后鞋中底加一个zoom air 然后鞋的那个tpu承托盘气柱和鞋大底 这6个部分 然后它这6个部分画出来以后 这边还分了4块这个功能模块跟你去讲清楚 这个鞋到底科技如何 我们一个再来它这个upper就是那4中国号1 molded lightweight synthetic leather upper provides a futuristic 未来感的durable shell就是耐磨的耐用的一个外壳 that surrounds a form fitting 就是你的包裹感会很强 就只能这样说吧 然后performance proven 就是在性能上又有保障 然后internal booty 它里面是有内靴的 就是说这个upper你看它短短的一句话 就能把它亮点就概括起来 然后功能性也能概括起来 首先是压磨的轻支的合成格 然后未来感的设计 其实这个鞋它外面的这个外壳是当初是Eric Eva设计师自己说 它是根据那个宇航员的航空服设计的 大家看有没有那种一块一块凸起来那种感觉 因为宇航员那个航空服当时也是很厚重的 然后有点像棉袄的感觉 所以是根据那种感觉设计 但是大家看到压线是看不到缝线的 所以它这个皮革是通过一个模具压出来这个形状 而且这个缝线是有一种向心力的感觉的 向心到这一块视觉中心都在这一块 就是能把这个视觉中心给它提高 跟这里有一点点这个对冲 你其实在看futuristic 你能看到它上面是金属质感的鞋带扣的 上面这个alpha project的五个点也是用金属质感 这种银灰色弄出来的 所以这个鞋就是你从鞋面上就一眼能够看出来 这种感觉是很有未来感很有科技感的 符合它所谓表达的东西 因为当年shocks其实是一个火箭推进器的一个概念 顺到顺理成章它就有一些宇航员太空的概念在里面 一个未来感科技感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这些元素都很搭配 我们再看第二个 那是midsole transmission wedge smooth and efficient ride provided by the Nike shocks cushioning system in the heel 就是zoom air system found in the forefoot 就是后跟和前掌都有科技 它这里其实所指的这一块其实是应该是前掌它这里画的一个zoom air 它前面是有zoom air的 然后就是你踩下去是能感觉到缓震和弹力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zoom air 然后后跟又是靠这个shocks给你做缓震 其实shocks当时是穿上去有缓震的感觉 因为我记得反正就是前后都有科技吧 你就这样理解 然后能给你的这个脚从后跟落地到前掌抬起来 整个这个全掌都能感受到超级不一样的脚感变化 这个东西其实在当年是非常创新的 就是都是用两种不同的科技来做这个鞋里的这个缓震的 就是中底上结构上差异很大很大 就前面是气垫后面是气柱 两种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脚感的这个缓震和中底材质 就让你感觉踩下去前面是一块很舒服很柔软的气垫 后面是弹性和爆发力更大的一种结构缓震 或者是结构推进装置 另外这里就是它这里写了4然后中国号3加4中国号5 然后columns and the bottom plate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主要就是在描述它这个气垫后跟的这4个东西 后面是4个气柱 4 highly resilient columns work in conjunction with a p-backs moderator plate 他说它这个plate下面这个底盘是p-backs的 就p-backs一般是用作比较坚固的有韧性的材料啊 所以它这里做了一个承托盘的作用p-backs现在还用于什么呢 用于之前杨眉眉说的那个足球鞋标马足球鞋的tpu类似的那个一个结构 用来支撑和加弹力的整个这个鞋底抗油的一个东西 我第一次拿到这个鞋的时候呢 第一个注意我的设计上的底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是一个tpu的材料 但是后来发现它是一个p-backs的材料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时候网上去搜一下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tpu和这个叫p-backs材料同时做成一个体积相同的圆 然后往上放这个p-backs显然要比tpu伸得更快一点 也就是p-backs材料比那个tpu要更轻一点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飞马的跑鞋 还有就是4%那个跑鞋中那个zoomx的发泡的圆形材料就是p-backs 所以它是有弹性有韧性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再说这个moderate plate to cushion the foot and act like a trampoline trampoline就是一个蹦床告诉你这个东西有一个弹簧或者蹦床的一个作用 providing a stable footprint for the next explosive step 就是给你的下一步起跳 因为扣篮或者起跳时间最后那一步都是要这样后跟落地对吧 然后蹦那下弹起来就是告诉你给你下一步做一个爆发做一个准备 然后最后它说了一些also就是四中括号六 它是providing all condition traction with proven and tested herringbone from the toe to heel made from Nike basketball's best practice formulation 它的这个纹路大底纹路是很好的herringbone是吧人字纹 前面是herringbone其实就是抓地很好 然后后面是这个横杠的这种纹路和圆圈的这种纹路就适合你做什么转身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动作就动作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它总体来说它的纹路的分布是有区域的 然后也是稍微有点讲究的 然后都是经典的没有瞎搞的 那个时候就是传统的这是最管用的 人字纹将这个横纹和圆柱的这个圈圈的这个纹路 所以嗨当年的这个鞋你看就一张图就能够说明白啊 我BB了这么久其实还不如他这张图说的好 那说到BB呢这个为什么叫BB4呢 我觉得也是可能是有原因 大家看这个说明书上也很诡异啊 它每个点都是4开头 4中号1 4中号2 4中号3456 这个4有可能就是它这四个functionality 这个四大功能模块组成了一种鞋 所以就像SHOX所需要鞋的一些B的元素 那B可能是跟Boeing这个单词有关 因为当时宣传这个SHOX大家用的是Boeing这个单词 Boeing其实是弹簧弹起来Boeing Bo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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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SHOX最初的理念包括它这个鞋盒上的logo 都是告诉大家是跟弹簧有关的 所以它当时说号称延芳的20年最开始其实源自于一个理念 就是能不能在鞋底加入弹簧让跑步的时候能量传动的效率更高 所以才会想加入一个弹簧 但弹簧之后呢弹簧鞋就会研制出来 有可能它叫SHOX BB4 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 我是这里歪歪意测的不知道准备 就是这个鞋其实是有一些隐藏点的 或者是说它说明说明没说的 这里是有防侧翻的大家看到吗 然后这里也是有这个内线突破纹路的 这个很少见18年前的鞋它就考虑到现在好多鞋还没考虑到 就它前面大家可以看它有一个优势就是low to the ground 它其实前面很薄这个大地 但是它同样做到侧面有纹路 然后呢外侧有防侧翻支撑 所以这个鞋的前掌是相当棒的 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稳定的地方你是看不到 就是它这里面有猴爪科技 这个鞋曾经复刻过 但是复刻的东西复刻那个鞋里面就没有猴爪科技 你这个猴爪科技这里是看不到的 把你的后跟包的很紧 就所以你捏这个后跟 这里不是完全是软的 你这也按不下去你看到吧 然后这里面也不是完全就是软的按下去 这个是有硬度的 所以这个鞋其实当时是想尽办法 想去对冲这个Shox 因为抬起脚后跟给你带来的一些不稳定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这个脚后跟 其实它的底盘是很宽的对吧 往上收也是偏窄的 但是这样依然不能避免这双鞋 因为后跟过高而引起的这个跳跃 落地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很多人都说后来卡特受伤是跟这个Shox有关 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就确实你把你的重心抬太高以后 你脚后跟落地 大家都看我们做了跑鞋做了那么多人 也会知道你后跟太高 然后后跟的支撑太少 然后这里又不稳定的话 你脚踝膝盖都会受伤 而且是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 一点点不稳定的造成脚后晃动 积累起来的一个伤痛 那就说两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杨咩咩是吧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004年 买的鞋是Fox 那双鞋其实不叫Fox 于是叫Fox Explosive 那双鞋其实也很经典 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还是哪些训练者 是会穿那个鞋的 当时我有两双鞋一双红黑色的 还有一双是蓝白色的 后来我们的大学那时候大一 刚进学校我们就喜欢打球 然后他就直接借我这双鞋 然后下午就扣蓝了 上午穿了我这个鞋 下午就直接扣了一个蓝进去 扣了蓝当然很兴奋 因为他之前没有扣到蓝 但他人生中应该第一次扣蓝 However也是最后一次扣蓝 他落地的时候他是这样落地的 结果脚就崴了你知道吗 当时他就因为上去休息了两个月 所以侧面证明这个鞋子怎么呢 确实有他不稳定的地方 就是他一方面确实可以增强你的弹跳 让羊妹妹第一次扣蓝 另一方面他确实不稳定 让第一次扣蓝的人就那样就受了伤 因为羊妹妹不重的 他大学的时候瘦得跟竹竿似的 所以最后这个科技就隐身了 就是一个被准备了20年的科技 就这样被放弃了 战略性放弃了或者是半放弃的状态 所以这个也很可惜啊 然后我自己另外一双鞋是在我打篮球的时候被偷了 就我那一双Shock Explosive也是很诡异 就是我在我们那个中南大学打篮球 那个年代就还不太会有人偷东西的 就鞋是更不可能会偷 但就鞋就放在那个篮球架上 然后我穿了另外一双鞋打球 我想打一打再换这双鞋 后来我再换这双鞋就没有了 这个鞋总体的上脚感受我再跟大家说一说吧 我当年上脚这个Shock Explosive同底的时候前掌系列是非常弹的 就是它确实能给你起跳的时候带来一定的弹力又不是很大的负担 因为它根本就是几乎看没有什么中底是吧 就是很平的一片 所以它的zoom air你离你的脚前掌是非常近的 就那种感觉是真的你能够弹起来 再加上它这个气柱其实踩几场就能够踩开的 这一踩当中就有这种感觉 有点往上弹这种感觉 这双鞋战损之前的前几时候大家还能在视频中看到 只要我脚踩下就落地这个鞋是有形变的 就证明这个气柱只要你有体重然后舍得踩 你是能够把它这个弹力跟踩出来的 其实做这个鞋无非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再回味一下当年的这个老鞋 因为现在没有人在做球鞋视频在说这个鞋了 我看到的那些基本上没有 然后也把大家再带入到那个年代 就是想回到那个年代的 可以跟我一起做个时光机对吧 回到那个年代去想想看这些还没有被复刻 或者是被复刻了但是被阉割的一些好球鞋 这个鞋就是当年复刻的是把猴爪阉割了很多很多人都不开心 有一个这样的道理就是说耐克研究这个鞋研究了号称20年 后来一斤实战被发现不好 他就立马放弃了或者说转头转去做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不对 就如果他前面已经用了20年 慢慢的把这个东西搬上了国际视野 然后那么大的舞台 还让卡特上连上演了一个今天是吧格扣 他就应该继续存活下去 只是说要再去好好的研发一下稳定啊 各个方面也没有想过把他的这个高度再降低啊 或者是把他的鞋底再更宽延让他更稳定了 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被研发下去持续下去 所以最近一两年冒出来一些shocks的复刻 还有一些新的改良的shocks 我其实心里还是有惊喜的 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改良能持续到什么程度 可能就肉眼看来改良还比较小 呃不是说一眼就能看上去能够很稳定的感觉 然后不会给人特别安心的一种感觉 所以还是希望这个nike shocks能够继续研发下去 或者说一个好的东西不应该就这样被埋没了吧 上次说的APL篮球鞋其实也是弹簧鞋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了最早尝试弹簧鞋的是谁 其实nike 当年nike还真是像他这五个点说的 真是比较牛逼 还是多做老鞋 我们之后还是会出更多的老鞋见面 让大家来一起回味一下 这双鞋我也会把它修好 修好以后可以走走路 然后万一哪天真的还可以再实战 我还可以再实战一下 老的修行就应该死得其所 死在一篮球场里 我们英语老师大学英语老师 一个七十度是四川老爷爷 上课的时候会说conjunction understand conjunction or什么verb 我就会那个时候上课就打瞌睡 一起来 老师说这个到底是conjunction 到底是个借词还是个adjective 还是个副词 我就会毫不思索的 模仿老师说conjunction 全班报效 那个时候还真有意思 然后那个英语老师现在还在 他在重庆 我前几年还去看过他 身体还可以 前几年什么时候 前几年前几年去看过他 在重庆 说到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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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